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不太好 还是说怎么去改进一下 比如说你师父给你布置了一些功课 比如说你这些没有做 那好不好呢 肯定是不太好了 比如说你去看病 医生给你厨房 开了厨房给你咬 然后你就拉了一大堆的咬放在那儿 你不吃了 这个好和不好 那肯定不好了 那什么不好呢 就是因为治不了兵 倒没有其他的不好 就是因为你没有 这些功课你不做的话 你就是没有进步 没有进步 就是这个其他没有什么不好 问题就是你自己不会有进步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佛教 它的核心其实不是烧香拜佛 烧香 拜佛 念经 吃酒 这都可以做 但是这个都不是它的核心 它的核心 佛教 它就是崇拜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两个字 知 卑 知就是知会 知会去学习 卑就是慈悲 慈悲和慈悲 因为这两个他认为 如果我没有慈悲 我有指挥 我很聪明 我有很高很高的 这个学术方面的 比如说技术 我掌握了很高的技术 如果我没有慈悲 那这个是很危险的 很危险的 所以他不对 然后呢 我心特别特别的善良 但是我很愚眉的话 那我什么都做不了了 对吧 所以他需要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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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指挥 所以佛教就觉得 就这两个 你学习指挥 学习爱 这叫做 植被 这两个结合 在佛教里面叫做 植被双运 其他的烧香啊 拜佛啊 这都是 都是科佐科补佐 那这两个很重要了